喂 阿伯 警方在路邊攔下一位阿伯 因為他乘坐的轎車圍停紅線 阿伯看到警察就想逃跑 行機相當詭異 警方趕緊將人控制下來 並且呼叫警網支援 轎車駕駛看到警察情緒失控大呼小叫 原來他是一名通氣犯 他跟警方在路邊扭打 最後被壓制在地 這些新北市警方在盧州地區巡邏的時候 本來只想將圍停的車輛給勸離 沒想到竟然抓到了通氣犯 而且警方在搜索車內物品的時候 竟然在汽車的腳踏墊底下 發現了毒品 現在兩人最佳一等全部移送把辦 東璇環事務中心在新北市報導 週休二日是許多人的悠閒時光 但是新聞事件不調時間 這些重大的新聞事件 都是在寧靜的假日發生 我始終堅守崗位 帶來最真切的解析報導 直播深入邏輯演繹 將故事一一說給你聽 我是房葉涵 週六日新聞不停歇 給您最及時深度報導 就想見到 今晚 今晚